请终局 三位老师好 你好 在座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 胡青很招王啊 先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我是肥龙 一个270斤的大胖子 谢谢大家 肥龙 这是你的工作的环境里面的人 都对你这样称呼是吗 我的大名叫王赫龙 进圈里拍戏之后呢 很多人就说 哎呀肥龙肥龙肥龙 叫时间长 我说算了 那我就改名叫肥龙 我要把技 然后就改了一名叫肥龙 我小时候有一外号 叫肥马 真的 我的小学和中学同学都关我叫肥马 现在有点小 反正老师正在减肥 都快崩溃了 最后也没听到杨老师减肥 结果杨老师瘦了特别多 我觉得肥是一件让我特别头疼的事情 还解决不了 我感觉胖还好 你反正没有被胖所困扰对吧 还好 其实以身材胖一点取胜的很多出名的演员 像郑泽世啊 对 还有肥肥 对 然后包括红金宝 我觉得他们除了身材让大家很容易记住之外 他们的演技也都非常的精湛 对 我不知道你怎么样 我知道那个小孟老师是演员 小姑咱俩 你教 标系 不是标系 我以为你教教你 我第一次遇到这么强的新的对手 在我问 我不知道你演技怎么样的时候突然来认识 试试啊 那我们演什么呢 是有准备片段什么的吗 你再往前半步我就把你给杀了 这个 你应该这么做 我也应该死 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放在我面前 我没有珍惜 等我失去的时候 我才后悔末期 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演一次的机会 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说三个字 我爱你 如果非要在这份爱上加个期限 我希望是一万年 是这段 挑战经典 这是最经典的一段戏啊 你们俩谁演紫霞 你在往前走半步 是不是会给我杀了 一个剑 你应该刺死我 我应该死 曾经 有一份真挚的爱情放在我面前 我没有珍惜 现在我后悔末期 如果上天能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一定会对那个女孩说 我爱你 如果非要对那个爱加上一个期限的话 我希望是一万年 感动哎 这么下去了 拍肥龙出演过很多影视剧的作品 而且我们今天也特地把他们剪辑成了一个片段 我们一起先来欣赏一下 来 请看 脑子肘了是吧 我们在拍戏呢 这不是在演戏 是欺负人 我怎么把你吓死住分了 出来我吓死你 人人都爱吃 但你这吃相太难看 很棒啊 我们看到有一些非常有口碑的好电影 像饭剧也疯狂啊 观音山 而且我听说 观音山是你的第一部作品是吗 是我人生中的处女作品 你那个是专业出身还是自学的 不是专业 是吗 对 是肶子 是图体 还好 是吗 是吗 是吧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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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